这个漫步者内部的两个动圈单元 两颗圆形聚合物电池 左耀耳的两块PCB小板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咱们要解锁一款神秘的小玩意儿 也就是漫步者Convo CC开放式运动耳机 300的价位 它敢喊出Hi-Res和LDAC的高音质口号 还主打运动场景 佩戴稳如磐石 今天我要带你们沉浸式试听 看看这个开放设计有多惊艳 还要把它彻底拆解开 把电路和单元的秘密都挖出来 一探究竟这319块的产品 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喜欢我这种硬核拆解的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投币 你们的三连支持就是咱们坚持的动力 咱们废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个漫步者Convo CC开放式运动耳机 拿到这个Convo CC包装小巧精致 正面是耳机优雅的概念图 背面则是耳机的三种配色 LDAC支持 Hi-Res认证 还有这些规格信息 多得让人心动 抽开盒子 拿出耳机 我选的这一个是晴蓝色 因为我喜欢这个色调的清新优雅 内部的配件简单又实用 USB-C充电线 手感很柔韧 这是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耳机外包覆了一层膜 耳机整体的重量是212克 耳机的重量是87.3克 单个耳机的重量9.4克 这个是非常轻的 拿在手上几乎就是没有重量 佩戴的话肯定是更加没有感觉 整个耳机充电仓 小巧玲珑 充电仓宽度64毫米 充电仓长度86毫米 充电仓的厚度27毫米 这个体积的话 随手塞在口袋里也不占地方 表面防滑赖瓜 整体的外观简洁素雅 第一眼的感觉就挺抓人的 Comfort CC 是开放式耳挂的设计 软糊糊的硅胶材质 手感摸着轻肤又舒服 科学的三角支撑架构 耳挂的末端 镂空简正设计 硅胶柔软Q弹 戴在耳朵上 稳当又很贴合 支持四级可调 可调范围约40度 这样的设计可以更好的 适配不同的耳朵形状 调节非常的灵活 就像我这种戴眼镜的用户 一样的可以舒服 Tier 耳机的外观 双色的设计 整体颜色都是浅蓝色 表面这里漫步者的logo 这部分凹槽部分 为触控部分 充电仓用的仿布纹理的设计 带磨砂爽滑质感的腰线 顶部漫步者的英文logo 背面这里是 Comfort CC的英文标识 这个是Type-C的充电口 看上去像一个精致的手势盒 开开磁吸顺滑 手感非常的高级 Comfort CC是漫步者新推出的 开放式运动耳机 耳机内部搭载 14.2毫米的双符合动圈单元 这个咱们后面会猜出来给大家看 评响范围是20Hz至40千Hz 支持LDAC和HIRIS认证 音质实力不容小觑 蓝牙5.4连接稳如老狗 游戏党无需担心延迟的问题 这个续航时间的话 单耳机续航可以到9个小时 带上充电舱可以有满满的34个小时的续航 还有漫步者的快充功能 只需要充电15分钟 就可以用2个小时 效率可以拉满 下载漫步者官方的APP 还能解锁更多产品的玩法 单只耳机有两颗麦克风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2加2双麦AI降噪 让通话清晰如面聊 这个我们会放上实际的录音 IP55级防水防汗 跑步健身 稳得一批 定位运动加日常 耳机的功能丰富的像个小宝库 性价比的话确实是让人心动 经过前面的介绍 这个漫步者Convo CC 这个耳机的各种硬件的底子 挺扎实的 还是那句话 这种音频类的产品 眼见为虚 耳听为实 说的再多 还不如大家自己来感受 接下来就是我实际录制的几段音频 让大家来感受这个Convo CC 真实的音质 大家听到的现在的这一段音频 就是我利用这副耳机 它的麦克风 直接录制的一段音频 这个漫步者Convo CC 硬件底子挺扎实 因为是开放式设计 它不像入耳式那样封闭 低频量感自然少一些 有弹性 但不震撼 中频表现平稳 听感自然不压迫 高频轻量 细地 空气感足 定向传输技术 减少漏音 旁人几乎听不见 声场开阔是亮点 能听到环境音 安全又真实 说的再多 还不如大家自己亲自来感受 接下来就是我实际录制的几段音频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个Convo CC 真实的音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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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蓝牙配对的时候需要用的一个按键 这个是耳机收纳商中间的腰线 这块半透明的塑料 外部有黑色的橡胶包着的 这个是映射LED灯 用来指示功能状态的 蓝牙配对用的一个按键 然后这上面都是磁铁 用来吸附耳机用的 这些磁力都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对耳机部分进行一个拆解 加热后直接扣开这个耳机的上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盖子背面 贴有这种感应的铜箔 这个是起到触控感应作用的 同样的方法打开这边这一个 配置是一样的 右耳的盖子已经打开了 这个是左边的盖子 盖子取掉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耳机的两块PCB 还有两颗电池 电池这上面为蓝牙天线 这两个点耳机的触摸控制点 红线为电池的正极线 黑色的线烂为电池的负极线 其他的两根线烂为喇叭的正负极线 这里还有一个焊点 这里一个焊点 为连接到充电触点上面的两个焊点 电池的连接线和耳机 喇叭的连接线我都已经把它焊下来了 电池上面有3C认证的标识 耳机内部的一个主板PCB 非常的迷你 耳机的转动的这个轴体 是在这个黑色的塑料下面盖着的 这边就是洞圈单元 我交清了以后我们用撬棒 从这里把它插进去 可以把这个黑色的盖子给它打开 耳机内部的一个黑色的盖子 耳机的转轴结构 中间这里有一颗螺丝 卸掉螺丝就可以把这个耳机的这个支架可以拿出来 耳挂转轴上面 这里有一个弹簧滚珠 对应耳机枪体上面这个尺装结构 按上去这样转动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种段落感 喇叭的边缘一样的是被灌满了胶 同样的方法拆出另外一个耳机 这就是这个漫步者内部的两个洞圈单元 两颗圆形聚合物电池 左耳的两块PCB小板 这个漫步者Conver CC耳机 咱们已经全部拆解开了 我现在从充电的输入端 到耳机的播放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内部的电路及元气线使用的情况 首先这是耳机的Type-C接口 内部的舌片做工细节都还是很不错的 充电输入低价低减的振幅级 这里有两颗TVS顺态一支耳机管 用于输入过压保护 电源管理芯片来自珠海生生微电子 4E型号SSP707 公司成立于2017年 主营业务包括MSU和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与设计 SSP707芯片是生生微电子推出的一款 耐压38V的电源管理芯片 专为智能充电仓设计 支持高效开关充电和可调深压模块 确保快速充电与稳定供电 芯片类置电力线载波通信 简化数据传输 还具备耳机插入和拔出检测 优化TWS应用 具备低压插稳压器 LC接口及无线充电检测 电源芯片的外围 2.2VH的电感 配合这颗芯片进行升降压变换 这一颗则是耳机的功能按键 用于蓝牙耳机配对 上面有泡棉进行保护 按键为贴片式安装 旁边两颗LED指示灯 用于充电仓的状态指示 一颗四音AK4V7的霍尔传感器 用于检测耳机出入窗时的磁场变化 传递信号给MSU芯片 进而控制对耳机的中方电管理 MSU处理器芯片 4E型号5123ADA6 一颗定制芯片 这个MSU的作用为 控制充电电路 检查耳机出入上状态 聚合物理电池 来自深圳续航城电子 容量660毫安 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主营业务聚合物理电池的研发销售 电池是经过3C认证的产品 左右耳机 各有两颗MEMES麦克风 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用于语音通话实音 双麦克风配合漫目者波速成型算法 精确拾取通话人声 分离消除环境噪音 提供清晰的通话 咱们前面录制的声音 大家应该都能听出来 这里有一颗芯片 这里有一颗芯片 4E型号T0A1触摸检测芯片 这两颗芯片为这副耳机 提供左右耳的触摸功能 左右耳机的贴片金正 来自浙江东京电子 4E EC24000 公司成立于1999年 主营业务 电子原器件的制造和销售 主要产品实音晶体电子原器件 这两颗金正规格是24兆赫兹 用于给蓝牙主控 提供稳定和精确的频率信号 保证蓝牙芯片的正常工作 这个漫步者COMOCC的蓝牙芯片 来自珠海杰里科技 4E型号JL7016G 公司成立于2010年 主营业务系统级芯片 SOC的集成电动设计 主要产品各种蓝牙解决方案 JL7016G芯片 是一款专为蓝牙音视频 和智能穿戴设备设计的系统级芯片 具备高集成度 低功耗和高性能音频处理能力 支持蓝牙5.3双模 类置音频编解码器和多种接口 这里有一颗小芯片 这一边这里也有一颗小芯片 这两颗芯片分别为两个耳机的电池进行充放电管理 4E型号是4W 左右声道耳机的主板上面 各有四路 LC滤波器电路 这里有一路 这里有一路 然后这下面是左右声道的 各有两路 两个主板都是一样的 这个电路通过LC滤波器 提升蓝牙耳机的抗干扰能力 优化麦克风和喇叭的性能 确保通话音质清晰和音乐的纯径 同时兼顾低功耗 小芯化 适合现代TWS耳机 从开箱到视听到拆解 Como CC这个开放式蓝牙耳机 展现了它在音质舒适性和音件设计上的综合能力 对于很多无法佩戴入耳式耳机的用户来说 这种开放式设计是更舒适的选择 不会带来耳道的胀痛 同时还能保留自然的环境音 安全又证实 硬件配置上 核心部分采用珠海结底的蓝牙芯片 低功耗高稳定 确保信号传输流畅 深深微电子的电源管理芯片 支持高效充电 并提供稳定的续航 左右耳均配备双MEMES麦克风 确保语音通话的清晰 整体来看 这个Como CC在音质 佩戴舒适度和硬件配置上 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尤其适合不喜欢入耳式耳机的用户 如果老铁们对这款耳机感兴趣 不妨亲自体验一下 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